我们在一起三年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自己创业 自己做生意 后来我们来到济南之后 他就把之前的店铺转让了 然后在济南 大概一年都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 陪他来济南了 我特别不适应 我的状态极差 那时间看着他挺累 我也挺着急 挺心疼的 后来他的工作刚刚稳定 他又说又想自己创业 这样我挺不能接受的 现在有一个机会 我想自己再创业 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 特别地不同意 那段时间其实我挺生气的 看到他这样 我心里特别着急 我还是希望我们两个 能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他把这事情弄得这么大 我这完全是为了他 也希望他能完成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叶26岁 来自山东饭店经理 有请小叶 女嘉宾小杨23岁 来自黑灵江这名职员 有请小杨 有请 欢迎老位 你们俩在哪生活呀 济南 都在济南生活 对 都在济南 你是在那读书 我是在济南上大学 然后直接毕业了 在那边工作 就留下来了 对 跟他有关系吗 有 咋认识的 因为我在上大学 他在大学城附近 自己开了一家麻辣烫店 然后我就去吃饭 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这边要兼职吗 我本来想大学的时候打一份兼职 然后也有一点择外的收入 然后他说你能干得了吗 我这边活又脏又累的 大学城人也挺多的 我说那你试试呗 然后他就让我去做了 给他留下之后 我看小姑娘挺好的 玩儿干活啥挺稀奇的 后来我就注意他了 就我也能感受到 我感冒发烧啊 他就去给我买药 然后平时他自己 就是在店里炒菜给我吃 然后后来我们大学 就因为我要出去实习嘛 然后我是学外语的 我当时是申请 然后进了一个出国班 我就一心想着是出国的 后来遇到他了之后 我本来想两个人 本来异地就很难接受 然后这样一国的话 可能更长时间 两年之内都见不到 然后两个人 肯定就没有结果了 后来我就放弃了 出国的机会 然后吧 我们学校也是就是 如果不出国的话 留在学校 跟着学校去实习 是走三个城市 就北京 上海和三亚 哎呀 真不错啊 你们学校 是 我也觉得不错 但后来也是因为他 然后我想出去了之后 不在济南 我们两个还是分开 然后我就跟学校老师 打申请 我就申请自主实习 然后就想留在济南 后来就通过了 就在济南实习了 爱情多伟大 放弃了一切 我也放弃了 我把店转了 爬出去之后 陪他一块来的济南 你是把店转了 转了之后钱呢 钱拿去投资了 结果都没跟我商量 投资不还是在张秋投资吗 他说了我出去实习的时候 就陪我去济南 然后他偷摸地把钱 转店的钱拿去 在张秋投资 然后做餐饮 后来人家钱也没了 店也没了 被人骗了就 那不也用了吗 你还说要钱的事呢 我去 我陪他去要钱 要了两次 去一次给一钱 去一次给一钱 结果就给了两次 五万块钱就给了两钱 然后人就跑了 就再也找不着了 后来呢 后来我就带你来济南嘛 来济南 然后我以为他能在济南 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结果他就是这一年 就是这边干两天 那边干两天 就是没有 一直没有固定的地方工作 然后也没有固定收入 他就是可能 当时自己开店 自己当老板 然后后来又觉得 给别人打工 就有点好高无远的 那不是好高无远 我是不得意识 给别人打工 要不工作不合适 找不合适 要不人家项目中午啊 怎么就不合适呢 什么工作那么多 你就不能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先坐着吗 那创业那钱不挺好 创业那种多好 就是因为创业这事来的 创业都让人坑一次了 然后本来现在 有个稳定的工作 他又想回去创业